合米融合宿建会在校园期间 基本一场思计航班 这是一场专门占对成少年所基本的思计课程 江苏表示,在校园以外 这些小孩最大的进步 就是对一开始的担心分 到后来的团队合作并且才能分享 他们的声众,大家的观点 为了让合米一定成少年在校园时 可以学到跟别人没同样的机会 合米融合宿建会基本一场思计航班 是要让你们装少的 等下把你们的巧克力先不要带回去 要挖的时候再拿去 为什么? 因为你在温度比较低的状况下 它就会硬硬的 它硬硬的你就会吃出来 江苏表示,让小孩学航班 自然就是校园当中的重点子 但是要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这些小孩在三岗课程当中的成长 让他跟这些小孩以后 就算是没怕上这一颗路线 也都是社会当中的情形 因为他们会合作和团队的情形 我们总共做了三项的甜点 第一项我们是做柠檬塔 第二项我们是做鑽石饼干 那我们今天做的是戚风蛋糕的蛋糕卷 那这三天下来 其实我觉得孩子主动性越来越高 好比说本来要去领工具或是收工具的状况下面 他们越来越自主越来越主动 不用我一个一个去喊 或是去说等一下东西收收都不用 现在他们的状况是越来越好 那现在像今天做打蛋白或是备料状况 今天就让他们主动自己去操作 我觉得他们在备料状况也越来越好 都不需要我先帮他们做分配 那也有小帮手会帮我收东西 其实他们的主动性跟积极性是越来越高的 希望他们把学会的甜点可以带回去做给爸爸妈妈吃 像今天也很多小朋友说老师 你可不可以把礼拜一的食谱要印一份给我 因为我发现其实小朋友真的主动性高 是因为他们想他们吃完之后觉得 喔老师好好吃喔 我也想要分享给我的爸爸妈妈吃 或是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吃 所以他们跟我要了食谱 其实这一块对我来说真的还蛮感动的 因为他们不是做完就结束了 而是说做完之后会想要分享给自己的家人 然后展现自己的手艺 那做甜点的状况也会有让他们提升自己的人格价值 然后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 为了让我们农村的青少年在暑假有一个不一样的兴趣 那河美镇农会的事件会来开办我们烘焙组的点心制作 那我们除了让我们农村青少年认识我们的事件会 以及农会的组织跟运作以外 我们也请到专业的烘焙老师来教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来手做 我们时下最夯的手做点心 那包括有柠檬塔 钻石饼干 以及戚风蛋糕卷 这些都是我们时下我们年轻人最喜欢的点心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 可以让我们农村青少年可以启发第二专场 我们河美镇农会的事件会员呢 从我们的小学中学高中以及到大学 年龄分布到9到24岁 那我们希望这些农村青少年可以亲近农业 然后到农会来学习不一样的农业体验课程 那我们也不定期除了烘焙以外 还有一些手做的一些我们的食材入菜 那我们也欢迎我们有兴趣加入河美镇农会事件会的会员们 可以踊跃来参与 校园表现 航部的客户感觉很穷实 虽然没有考虑将这些动作是一件 但是也有向处和家来的朋友分享 因为我之前小时候就对这种烘焙的蛮有兴趣的 想说这是河美镇刚好有这个机会 想说来参加一下 来体验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但是那个柠檬塔 我之前一直以为他的塔皮很难做 结果其实我实际参加后觉得 就是跟着老师的步骤做 我也觉得自己是还可以接受的 就是不会太能做 像是我们家预计八月底会有亲戚来 我想说到时候再做给家人朋友吃 因为以前河美农会的四件班的作业主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 然后这一次是不同的老师进行不同的甜点的教育 那他早上是先做柠檬塔 然后再来是钻石饼干 然后还有我们的蛋糕卷 对 那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未来可能可以分享给我的家人或是朋友们去试吃 职业的话是没有这个打算 但是会当作兴趣培养 地点一半一半的费刘不定是这些孩子这三天以来所制作的商品 農会中的出现如表诗 这些东西看起来不能很好吃 连网关也真帅 得到这些孩子这三天的合适人生格 新闯华新闻入面红货币采宏布德